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本周的黑榜 说到了黑榜呢 当然就是那些矫情的呀 不太好的事啊 马上来分享一下吧 看完红榜的各种暖心的感动 接下来是一周黑榜时间 看看都有哪些让我们闹心和伤怀的事情 金黄旁麦狼惹争议 旁麦狼与杂志社撕跨站打响 1月14日 人物杂志一篇名为 金黄旁麦狼的文章 在各大社交平台 以及朋友圈热传 这是第一篇全面揭秘 旁麦狼的文章 小到各个琐碎的生活细节都展现无遗 里面的那个旁麦狼让人震惊诧异 可随后旁麦狼本人通过媒体独家回应 称这篇报道胡编乱造 称自己没有同意记者录音 只是进行了闲聊 并指出报道有诸多不实之处 而杂志社则回应 有完整的700多分钟的谈话录音 双方说法不一 一场撕跨大战迅速被激发 而此事件也持续发酵 甚至引发关于新闻伦理的讨论 对此小姑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呀 犹豫们你们怎么看 12日晚 一能静发微博称 目前骚扰人的信息 床用时间等都已搜证完成 律师会处理 也会追究到底 在北京没有家人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都与可爱的小助理同住 但我在台北时 小助理一个人也遇此人硬闯多次 吓坏了 在外工作打拼不易 女孩们一定要多注意人身安全 据悉一能静住所多次遭人骚扰 给她本人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于是决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小慧一想说一句 静姐真心同情你的遭遇 不过赶紧让秦先生把你娶回家 这样就有人保护了不是 说到这两个人 黑榜都不止上了多少回了 上周黄以轻还发微博表示 再说一次我爱你 11913 就在网友惊讶 以为两人这事要复合的节奏之时 这哥们在本周突然话锋一转 走上了电视音频 还在节目上 惊爆前妻黄义抢走女儿的过程 现场更是身内俱下呀 他就是硬藏着嘛 这样子 硬藏着 因为可能因为他工作的原因 所以说平时 从孩子出生以后 我们回中国以后 孩子基本上都是每天都是 我在工作之余 我尽量每天晚上可以 陪孩子吃晚饭 每天晚上陪孩子一起 包括洗澡陪他睡觉 然后半夜帮他换尿布 都是我在帮孩子 所以说孩子很黏我 然后可能黄义也知道这点吧 所以说在离婚 准备离婚的那个时候 他就把孩子 就这么经过这么一个一次机会 他就把孩子就带走 再也不给我见到 我那段日子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我想毕竟我是父亲 你是母亲 这是血缘关系不能变 那我至少能让我见一下吧 对不对 他连记得都不让我见 小酷只想问一句 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还有完没完呢 两口子的事 能关起门来自个儿解决吗 闹完了四季轮回 还想闹个天荒地老 要不前一乐 能消停点不 整理报道 准备好了 进去 快跑 我要 上第五十二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算了 我还是在安静上的 放了不你 你心中有火焰 就让他忍受 出品 出品 出品